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沙 今次介绍给大家的好去处是位于伦敦 London Bridge 地铁站 附近一个叫Bowry Market 这个市场据说 Jimmy Oliver 也来入货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很悠久 有百多年的历史 加上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有黑松露 有海鲜 有不同种类的肉类 有新鲜的蔬果 有鸡啤酒 芝士 有生蠔 鲜嫩的 还有兔肉 野味 种类繁多 无论是游客或是当地人 周不时都会去这个Market 过一个上午 我刚刚在过去的周末 12月5日去到Bowry Market 我的同事 跟我讨论过 因为大家知道 上个月发生了法国恐怖襲击 说明下一个Target 就是伦敦 我同事说他不敢出去 但我个人不怕死 所以我照着出去 但自己就比较alert 看看很多人 周围的环境很重要 我和其中一个同事聊天 他的男朋友是当地人 在伦敦出生 我问我同事 为什么有意大利菜 有法国菜 但我们很少听到英国菜 而且近年 两位出色的国际名厨 都是来自英国的 Gordon Ramsey 和Jimmy Oliver 我同事说 他朋友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英国这么冷的天气 种植很多食材 是比较有困难的 但近十年八年 因为英国流行了 fine dining 我想是大势所趋 这些出色的厨师 或者用有限的食材 只要有心 都可以煮出一些出色的菜 我上个月在我工作的地方 可以看到Gordon Ramsey 他进来我的公司 因为我其中一个职责 是要接待VIP 我跟他打招呼之前 我第一时间在Google 看看他在香港 在10月开了第二间餐厅 跟他聊了一会儿 觉得他很友善 另外我和我的同事 说回今次和我的同事聊天 他说他都很喜欢Gordon Ramsey 因为他说Jimmy Oliver 很少来香港看他的餐厅 而Gordon Ramsey 他很多时候 都是亲力亲为性 都来香港 还有我在Google 看到他 都跟很多客户 名人 拍照 无论这些是PR的手段 不过我相信这个人 他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以我所知 他也都 连同他的太太和小朋友 做了很多charity的工作 另外他现在有一个节目 就是去到一些很残 很赚不到钱的餐厅 去观察 究竟如何将这间餐厅 起死回生 譬如看看他的厨 究竟是否煮食很难吃 衛生情况 做事的效率 其实餐饮业是一门学问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学生 知不知 但凡去过英国读书的人 都听说过 倫敦的唐人街 有一间叫旺记 它是出名便宜 除了出名便宜之外 就是出名的视影 就是臭串到不得了的 通常你这么便宜 当然吸引了很多死窮鬼 好像我那些 不太舍得吃贵东西 现在大过了 找多些钱 可以很多的选择去哪里吃东西 都可以 但以前小时候没什么钱 都会去吃碟头饭 吃拖面 另外 英国人也知道 喜欢喝高茶的喝茶 英国人也不喜欢喝咖啡 不像美国的文化 另外高茶的地方 以前是给一些贵族 下午茶 几个熟女 紳士在那里 闲谈各事 或者小声帖 说八卦东西 我觉得 说开咖啡 这个市场 这市场 Burratt Market 斜对面 有一间叫 Munmoth Munmoth M-O-N-M-O-U-T-H 用热茶 Vit Prim 再加这个 Gem 再送一杯热茶 其实是很爽的 英国有很多不同的茶 其中一个就是El Grey 可以分享一下 El Grey 不一定要加奶加糖 可以混入一个香港奶茶 都很好喝 因为El Grey 本身很香 另外 市场里面 也有买野味 野味不像我们中国 吃猴子佬那些 而是他们打猎 以前是贵族才打猎 但现在 听我的同事说 打猎是要拿牌的 他有野味 我看到他挂着 整个猪头 不知道他怎么煮 或者熬汤 另外 这个市场 因为他在London Bridge 这个地铁站 所以 如果你大约 黄昏来的时间 你走完这个市场 就在London Bridge 看他的日落 我觉得是一个 好好拍拖的地方 我自己 曾经在一个 聖诞节 在英国工作 去到的地方 但是 在25、26日 连地铁和的士 都关门 所以 我想 如果你这么不幸 在那里 你必须 自己准备好 所有东西 在家 或者 去朋友家 过一个 很开心 很愉快的 聖诞节 在这里 愈祝各位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